可以幫助大家的訊息 我們下一個分享的就是 如果大家看他們在宣傳 我們上個三景獸 就是孕賴 對 孕賴 孕賴 三景獸 孕賴 孕賴的部分是因為 他是很厲害的行銷老師啦 不然說是大師啦 年紀也可能比較像大師 可是他那個大師 我們歡迎尼歐騰 因為我跟月亮講說 我第一條件就是 他就幫我放一下三景獸鬥 OK 還蠻像的 我畫你覺得還蠻像的 OK 沒有問題 因為 其實 就算是教練的老朋友啦 那我常常來 我幾乎如果有空的話 我就一定會過來 那也有很多教練朋友 私下問我一些 粉絲團請教的問題 那我想說 既然這麼多人的問我 那我剛才就來這邊分享一次好了 那我們今天只用9分鐘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搞定 臉書粉絲團的概念做行銷 OK 好 那我是一個很低的Alton 對 如果說在網路上 大家可能聊到我 我可能去 不要 請不要那個 不要錯了很明 OK 那我主要就是做 臉書的粉絲團行銷 那我跟大家做法 怎麼不一樣 其實最大的做法是 其實我主要是用 創意去刺激 然後用最少的成本 創造最大的效率 而我不是用很大量的貼文數 或是很大量的廣告運算去搭 OK 那其實我不是一個人 我是有個team 所以我是有文藍 也有設計 那我是算是創意 好 好 那我們先來看這兩個案例 這個是一個瑞士旅遊的 粉絲團的貼文 我看左邊這個 左邊這個它有3000 它將是4000多的觸及 然後177個 4次分享跟3次的留言 那左邊的話表現比較差 好 因為時間有限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結論 對 一般來講 大家一定會覺得 這邊的左邊比較好 因為觀看數據 都是遠遠 遠勝於這個 可是呢 我必須跟這邊講 其實這邊的貼文 才是真正定期的貼文 左邊這邊是從小指好的貼文 為什麼 因為它下面雖然有互動 觸及率也比較高 但是它下面的互動是屬於 就是純粹比較社群性 它只是說 哇這貼文好漂亮 這風景好棒 可是下面呢 它下面呢 卻直接問說 請問有開團嗎 才要報名 所以我直接把它整次變成消費者 所以如果我們要做的事情 做的貼文是有效率的話 我們應該努力往這邊做 不然我們觀看數據的話 就會一步步先入數據房間 然後看起來很漂亮 那只是一個很漂亮的行銷環境而已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哪些成功的案例 然後包含 比如說像迪路子休業空間 我今天幫他進了三個月 好他業績 實際的業績就升上15% 他只是一家三點而已 他並不是連鎖 然後或者是 追思導的 他直接 也有直接報名 那產業主要 這超級難的 因為那個書超難的 很慘耶 我在幫他做這種 完全碰到裡面的寫書 他去問他 然後 四十五點 他想說 小丁啊 我的書一刷都賣完 謝謝你 下面的高級披肩 他在官網 可是有一個客戶 他直接來留言說 我想訂十五條 可不可以找個人跟我點多一下 他沒有在那個 網站訂 後來 成家十五條 他們一條的提前 你知道多少錢嗎 四千塊 一次就六萬訂單 對 好 那 想知道怎麼做嗎 好 先 先講 因為 我說的 我跟這裡講 他只有175個人 好 現在開始 到200元 不然我就不下業了 我要開玩笑 不要進去 我放開 成功粉絲團 只要做三件事情 只要請抓這三件事情 就絕對會成功 第一件事 好 先問大家幾個問題 如果想要買牙膏 要買什麼 Paren 沃洪綠 選 新鮮 都可以 VD商店呢 最下面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們要想問 我們的夢想要去哪裡 了解 對 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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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粉絲團 必須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品牌經驗 根據研究 當品牌經驗在消費者 行中間隔絕佳的形象 它就會大幅提升購買機率 而且我們剛剛馬上想到說 我買什麼就要去哪個地方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品牌經驗 那什麼是品牌經驗 就是告訴消費者 你希望對你的品牌 或你的產品所產生的想像 你們大家可以去看B&W 它不會跟你講說 經驗特價摩台款 只要99999 它只是跟你講 它的車子多大風 或者是你們可以去看那個 貴格 貴格的那個 國外的粉絲團 那像以時神威力的話 它就會輸到它很專業的行跳 所以它到處 它每一個人的廚師都是零分 好 那再問幾個問題 你喜歡看好朋友 是品牌貨販 還是想進入以後 這個真的很紅嗎 對 或是你喜歡 去店員太多冷靈病 還是親切猶豫的電消費 好 那不用回答我沒關係 那第三點 自己一定要回答 你喜歡消費點 是因為可以熱情分享 還是眼鏡互動 打醉了嘛 沒錯沒錯 我清楚了 所以成功不斷做 第二件事情 就是社群經營 要跟消費者 培養感情 它算是一個 一線的客服 公關 甚至你有新產品 想要推出 適用的時候 都直接可以在 粉絲團上面做一個測試 而且呢 你的客服 等到你回應好不好 都會覺得你未來的聲音 就像那個 就是有人說 問15條的訂單 當年很客氣 我們可以怎麼樣 跟他聯繫嗎 那如果你說你是一個很 你是 你回答可能很兩光 可能這個15條就 就沒有 OK 所以 第二件事 開始教朋友嘛 對不對 先喝吧笨蛋 或壞蛋 再問大家幾個問題 711做什麼 面積商店嗎 麥當勞 沒錯 那第三點 還是最重要 焦點是在幹嘛 職業介紹所 職業 沒錯沒錯 焦點是個多元的地方 OK 好 為什麼大家知道 大家有想過嗎 分享 因為有人分享嘛 對不對 然後可能 就是粉絲團上面 有人跟我們講說 焦點在幹什麼 然後有人去分享 對 對了 成功粉絲團做第三件事情 就是說 你要跟他講說 你在做什麼 那最主要就是 導購嘛 我直接講導購 如果你 不跟人家講說 你在賣東西 他們還以為 你只是一個文青 就是 憤青文青 就是每天在分享 跟你品牌沒有相關的東西 那我們最重要 是想辦法 把粉絲直接變成消費者 直接創造網站的流量 或者直接直接銷售業績 好 所以就是可以導購嘛 有批 你用人好批 有需要再打個電話 OK 好 那我們來混到再看 粉絲團他行銷三部曲 就可以包含了 借地行銷 就是什麼 品牌經營嘛 培養感情就是社群經營 第三個請買東西吧 就是導購 好 那這些東西 比較複雜 我帶一下 這些東西是有相關點的 請大家去 把它弄清楚 就是你的產品 你找一個很有利基的產品 然後你的 你購買的流程是怎麼樣 你如何出貨 你的金流 還有想法讓你粉絲 轉變成你的名單 當然曝光量還是非常重要 它跟你的流量 也是有很大的關係 好 最後 這次 大家常會問 要怎麼跟粉絲團 要怎樣才可以 創造更大的互動 那我這邊有一個八戶區 第一個是辦活動 辦活動的話 你就可以讓你的 讓粉絲他們進去宣傳 這些是異業結盟 譬如說可以 跟佳典的粉絲團 可以做一個結盟 那或者是莊獎 莊獎這很重要 大家都覺得這很不重要 比如說你公司有十個 你開始排班嘛 你這個訊息出來 一定要去按讚 一定要去分享 你看 如果說一個粉絲團 突然在貼文 就沒有人按讚 你還有常按讚嗎 不會嘛 那你自己人都不挺了 怎麼可以呢 所以狀態算很重要 社團 你會設計好一些既定的貼文 讓你要去一些地方去分享 那社團就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再來是說你的議題 一定要設計 經過嚴密的設計 讓你的粉絲他們 才會主動去宣傳和互動 那跨平台 那當然不一定只是在粉絲團 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FlyMV 或是那個 活動通 一些不同的平台 可以做一些活動 合作 對 我真的講太快了 我真的講到那時候 已經開始結巴了 還有一個最快的 就是直接下廣告 那就是看你的口袋深不深 好 當然我發現一件事 欸 怎麼只有7點 有沒有發現 那因為其實 那八點才是最重要 其實這上面7點 OK 預備 8點才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謝謝 好 好 請他為他們 立刻加入吧 謝謝大家 我以後不讓他報名 他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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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這沒這麼好討論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說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